詞曲 李宗盛 哦,不要也可以吧 因為我職業上的關係 所以我很擔心我的孩子變成受害者 中四、中五的時候有小反抗一下 那個時候我參加辯論 然後我就覺得我也不是去做什麼壞事 就為什麼不能 就有大吵一下 曾經有一次 我在想這一群孩子 這麼越了,到底去哪裡 我有時候我會駕車去 我會去學校看 有一次跟他吵架 算是短暫離家出所 也不是離家出所 就是我覺得我要出去 然後他不給我出去 結果我就真的膩他的意出去了 每個父母都不希望孩子 因為某一些行動誤會了 而害了自己一生 在這個時候 長大了應該知道 什麼是應該做 什麼是不應該做 他總是會在很不經意的之後 蹦出一句話 他不會坐下來 兩個人聊聊 不會的 他就是在洗碗 洗洗一下 他就說 你現在大了 就自己出來讀書 但是你要記得 有什麼事情 家裡的大門 永遠是為你而看 這樣的一句話會 就是讓一個 在外頭的孩子 會覺得很窩心 因為 對 家裡永遠是 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回去的一個地方 只要他們順順利利 健康快樂的生活 就是最好的母親節的禮物